TTG击败DRG 轻轻亚连一打5带走5班 风霄拉扯看笑刺痛北深 说到TTG和DRG两队历史已经交手23次 TTG拿下16次胜利数据上占据优势 两队上一次对决是TTG3比1击败DRG拿到S组席位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也许是因为DRG这赛季的强度 赛前二路解说14比5 看好DRG的承缅压预测之势 却不承想TTG依旧血脉压制 TTG中路子换前期掌控团战阵地 配合队友连续打赢两次关键团战 风霄哥亚伤害拉满 DRG拿下比赛首胜 紧接着DRG反拿到了一星 姬小满和哥亚等强势英雄 频频入侵击溃TTG 一点不给其喘息的机会将比分扳回一局 似乎这个赛季的巅峰阵容 就是边路姬小满中路一星 射手哥亚 打野赵怀珍和夏侯敦摇摆的阵容 谁拿谁赢面更大 可虽然第三局百兽花木兰团战打出三杀的战绩 但前中期 风霄阿里和轻轻象早已打出优势起飞 尤其风霄阿里秀的DRG头皮发麻 而最有意思的还是TTG最后一局 TTG翻番不仅掏出科研中馗外 而且还勾得神准 频频打出DRG的掉点 DRG平时的那股狠劲似乎全被血脉压制 真心打不出阵容的效果 最后一波轻轻亚连更是月塔冲进DRG水晶 大招盖住乳班守着DRG四人将其击杀 潇洒离去非常离谱 勾得到反正是辫子得掉 第二G啥时候受过震鸟气 同时风霄孙上香后方输出 在有闪现的情况下 居然超远距离拉扯 非常谨慎笑翻主播刺痛和北深 一个打五个千尺堂毒袋 我就问家人们怎么玩 联波一个人进去 但是风霄躲着十万八千里 风霄不想死 再说一个进步 你妈呀风霄 这孙上香跑得 这怎么 小老弟你怎么跑得比兔子都快呀 小老弟和我一闪 孙上香闪现退后 回头一枪 卧槽风霄吻得让我恶心 哇这个孙上香打得 我觉得风霄这一波团 我觉得他长大了 我只能说他长大了 这波风霄打得 我只能讲稳得让我恶心 人家都 第二G 大哥你将近一万的经济差 你拿个孙上香 你还要再出个不祥 你出不祥就算了 打团你还不给对面机会 你怎么站得那么靠后呀 最终TTG3比1 第二G 第三轮以三胜一负的成绩 稳住胜者组席位 并且不仅是终结 第二G八连胜 也是TTG时隔815天 再次晋级胜者组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觉得 第二G输在技不如人 还是战术布置有问题呢